小優不用救了吧 小優 小優就是這樣 可是新美姐 我跟你講 市面上超多像我這種瀏海的人 所以她才真的要救 而且她是最男的 比如說很多機車族的女生 像我這種油性髮質的女生 又想剪個浪漫瀏海 到最後就會變這樣 因為其實我是屬於 頭髮就是細髮 又粗油型 又自然直 所以其實不要... 自然直 我是自然直 我第一次聽到自然直 就我通常很直就對了 然後又扁它 其實我這個瀏海有燙過 它已經燙完過了 但是它又直回來了 因為我太容易出油了 所以我隨身都要攜帶這種 就是有的沒的東西 但是你看還是變這樣 所以就是真的 什麼氧氣瀏海 根本就生氣瀏海 我都弄不好 然後弄完以後還會砸到油 它其實會比較辛苦 不是它前面打底很重要 就是它的打底的方式 打底的商品 然後打底的過程 妳先下來一下 救我 所以商品不可以太豐富 對 它絕對不行 我先把它 油性的人 我的頭髮 對啊 怎麼那麼油 對啊 妳剛剛是露女嗎 我有洗頭 真的 我每次 前天 沒有 我每次就是露營 然後姐姐要用頭髮前 就會揍我眉頭 就說我有洗 真的有 然後妳就會露出苦惱的表情 不然就是妳洗髮精選錯 有可能 我要選那種乾一點 先把後面 剪掉 沒有 沒有啦 因為要超 我會哭 沒有 因為要叫大家瀏海 所以先讓它 收乾淨一點 對 但是妳的瀏海的位置 是有點不太對 是不是有點太長了 不是 不是 寬度上的 看一下 好長 真的 真的 妳知道看得到前面嗎 會啊 有時候看不太像紅綠燈 有點危險 而且就剪了瀏海後 就是因為又瀏海又油 所以額頭都長痘到 有沒有這個陣子 會 它應該要分上下兩層的瀏海 才對 因為像我的瀏海叫做一層 就是這樣一層 只是去把它剝開 像子儀的瀏海 它是一層 但有層次 我是沒有層次的 為什麼要上下 因為它第一個 它要有裡面這個的處理方法 這樣子 它才做得出氧氣瀏海 或是空氣瀏海 它原本都是這裡中間 集中一撮這樣 太厚 太多了 太整齒 對 太多了 好想把妳那些滷滷滷滷剪掉 滷滷滷滷 燙燙 就是這個妳知道 就是 它應該是要這樣子的份量就夠了 它原本的太多了 剪太多了 剪太多了 然後再來 好 妳一定要有一支很古老的梳子 叫做排骨梳 排骨梳 如果妳要做出這種瀏海的人 排骨梳 對 如果妳要做出這種瀏海的人 一定要有一支排骨梳 然後把 蓬蓬水 噴在梳子上面 OK 然後再這樣子 荔枝型 把它均勻的 為什麼不能直接噴 直接噴有時候會太一個定點 再來妳用排骨梳的話 有一個好處 比如說 它這邊的髮瀏是往下漲 妳這邊想要膨一點 妳可以逆方向梳 妳看它就會定在這裡 對 妳等一下吹枕的時候 它就會方便 像我的瀏海就是一樣 就是洗完臉 先用一點水 然後噴噴噴水 然後我就荔枝型這樣吹 把根部都吹好 再來夾我想要夾的樣子 荔枝型 所以我就不會分開 就是我怎麼剝它都不會分開 我可以到晚上還是這樣 對 所以這是訣竅 打底 推枕的時候要記得 一定就是放著對不對 荔枝型 尾巴下來 好 鎖起來 荔枝型 好 妳這樣吹完之後 妳看它就真的就是整片 髮瀏都往前了 沒有 它就是真的就是 沒有啦 妳沒辦法去 好過分喔 不是 因為它這個瀏海的 位置剪得很怪 所以我沒辦法 對 它就 鬆了 比較鬆 然後妳會發現它的根部 是比較膨 對 就是妳一定要用這個方式吹整 其實這個方式自己吹整 很簡單 對 會比別人幫妳吹整 因為我是要讓大家 攝影師可以拍得到 不然我的姿勢應該是要這樣 好 接下來 夾子 妳就要把它分 妳想要瀏海的位置 真的變鬆 兩層對不對 就把它 這邊往後夾 先 妳要先把它夾開 因為像我在夾 我也是分兩層夾 然後把旁邊夾起來 好 現在就要夾了 對不對 它第一個手要就是要 一個彎 這裡 根部一個彎 只有根部 再一次 尾巴不用 根部就好 根部一個彎 有 為什麼 因為妳只要根部一個彎 然後只要這樣子把它分開 這樣就好了 好看 也可以 好看 妳真的剪太厚 剪太多 我今天沒有戴剪刀 不然我真的會幫妳 我有 老師我有 剪膠帶的那種 真的假的 妳有 方向膠帶那種剪 剪膠帶的嗎 這樣 所以 夾上面一點 沒有 妳的瀏海要分層 一定要分 要有一個漂亮的瀏海 一定要用分層去堆那個 妳好冒煙 對 因為它真的很油 而且對啊 而且我真的有吸頭 因為妳看 就是它就弧度就可以 膨度就可以開來了 這是第一層我尾巴沒有動 我只有夾根部 切記 第二層 一樣根部要膨對不對 對 尾巴 真的很沁煙 換柔 對 換柔 吃火鍋 這樣第二層尾巴 我就有做一點點弧度了 吃火鍋都來了 妳好像同樣想要吃火鍋 不要餓了 側面是滿正的 只能側面 好看很多耶 妳臉型不一樣有沒有 對 妳臉變小 小剪刀對不對 給我一下 沒事 我可以 我可以把那個不對的虛虛 全剪光 好 那實在是太 太干擾我做這個瀏海了 妳又賺到了 不是 因為她一直在那邊干擾我 那我弄這個也不對 弄這個也不對 很不乖 瀏海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對 我覺得一顆頭 成也瀏海 敗也瀏海 然後 真的 認同 等一下 剛剛是不是兩層對不對 對 現在就有第三層 第三層 那妳可能就是 總共要幾層 它要三層 它要三層 小佑有點瀏海 要瀏海 要早起一個小時 很搞剛 但它這個外面這一層 是要往外 剛剛都是往內 只有 現在往後 對 它只有這一層要往後 往旁邊 太可愛 真的好看 很可愛 弄得好真的是可愛 弄不好就可怕 妳剛剛就可怕 我剛剛很可怕 剛剛是可怕 然後就可以挑一些是捲一點 細細的 比較細細的 它的真的是比較麻煩 抱歉 這樣 覺得這樣就合理 好看 好看 然後 因為妳看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先用了 排骨酥跟膨膨脆的方式 所以它夾完 妳會覺得它瀏海不容易閃開 對 因為它會幫它定型 然後妳又不是直接去噴到根部 然後妳就尾巴 妳這個尾巴是有一點落殘的 抱歉 我一直講 然後大家落殘了 它會不會瘋了 就是把妳毛毛的整理一下 完全就剛剛的油頭就不見了 真的 都膨了 回家買10把排骨酥 這樣子 沒有 妳後面髮子也是要顧 所以大家記得 它的瀏海就是三層 第一層只有根部膨 第二層就從根部到尾巴一點圍彎 第三層是往外 剩下這邊挑個兩三戳 可以夾彎一點點 然後再利用尖尾書的方式 把妳的那個位置整理好 妳就會有這些 妳要包含側面 它就會有層次 對 然後線條 然後不會像它剛剛塌塌的 整個放在額頭上的那種感覺 可愛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婆 瀏海一定要分層處理 利用排骨酥跟澎澎水 勵志行將瀏海吹風 就能擁有像洋娃娃般的完美瀏海 超可愛的 if셔서 這樣啦 就能估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